是幾十萬 你去看他從找到完都是人 然後那個米粉小小一碗還賣那麼貴 非常貴 不過我還是很愛去吃 因為偶爾去吃一下沒關係 所以 他不願意去放棄他現在的氣 他很怕市一散掉什麼都沒有 所以後面的人跟他談更新他也不要 所以這個是背後的一個問題所在 那整個西門地區的公共環境 其實這些有些東西有做 這是我們當初的一個 但是有些地方還沒做 真正做的是二三四 完全做的是二四 三還是有打折扣的做 那西門的圓環的廣場設計 這個最近想要做 最近又把以前的計畫翻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整個西門町的這個地方 這個是圓環 成都路 我們希望這個地方是一個主軸 剛剛我們不是有談一個最現代的 一個最傳統的一個分界所在 我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 在西門町啊 怎麼樣讓最西邊的人 我們希望能夠更清水 所以當初有一個跨核平台的一個想法 那這個計畫必須要跟周邊的更新 結合才有機會發生 我們過去曾做過這種努力 門櫚街的停車場 這剛剛有看到 那中華路整個的一個 西區界面的一個商業活動 這是一個介面 過去的城門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在中華路 那以前有個中華商場 都拆掉了 那現在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主軸 那整個裡面 徒步區 怎麼樣去讓徒步區更擴大 這個也是我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所在 那各位看 這個就是整個的 整個的一個 西門緣環 我這邊用一個概念來談 回過頭來 其實我們曾經有一個口號 我們不僅要西進 往河邊靠 我們徒步區我希望南進 那結合傳統跟現代 我們也希望往東 東進 往東進是什麼 去把火車站 還有這邊的一個 原先的火車站這個地區 把它結合起來 最後這個地方 原來台北車站先 我們更希望能夠上進 能夠連到往北 連到台北車站那個地方 這個是一個模擬 這個是一個 從這張圖 我記得我曾經看過一張照片 那個好像還得獎 它拍出來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照片 就是 一個 它好像是 天剛亮的時候拍的一個照片 各位看 我們在這個地方還看得到河岸 其實西門町是很靠近淡水河的 大家都不曉得 大家很少人知道說 原來河是離我們這麼近 我們因為一個提法 很足夠了 我們都忘了 其實離河岸很近 所以我們一直在想怎麼樣 現在就要談破題太難了 但是怎麼樣去讓它更清靜 這是我們的一個機會 那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西門市場 我們最近就是想要 這個是派出所 怎麼樣讓派出所 再把它做出來 那當初本來是說在這個地方 我們到西門町大家都喜歡在這個點 在這邊等 等了 我就說 我如果能夠讓年輕人 在這邊等 那我就成功了 所以我曾經在想做 在這個地方弄一些比較炫的東西 那他 欸 至少你來這邊 你不來這邊坐一下 你就覺得很對不起自己 好 怎麼樣 怎麼樣 我也曾經想過 欸在這個地方 像以前那個收狗啊 那個時鐘 每個整點 那個 像那小朋友就很愛你 欸 那個就變成一個特色 我這邊能不能創造一些有趣的東西 或者是說你在這邊 有個網路 你就跟他嗨 在網路上就可以看到你在那邊 跟人家say hello 類似是這樣子的概念 我們等人 你來了沒 你去看網路就知道 我已經到了 就在這裡 那個直接的攝影 或者是說 做一些雷射 欸 讓這個地方 每個 但是 工部門 齁 就不太願意做這種事情 如果師部門來經營的這個地方 一定會做一些很有趣的 工部門要做這種東西 所以大家講說 欸 這個圍管單位是誰啊 像 我 那我們有沒有能力圍管這件事情 雷射 誰都沒 我們怎麼會做雷射咧 又是圍管的部分 所以很麻煩 所以 像 當初我們也在想說 這個地方做一些 讓水的元素在這邊發生 結果 還是圍管的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看的那個二媒停車場 我們本來還在想說 二媒停車場的一樓喔 讓他 有一些商店在這個地方發生 讓他 欸 能夠竄點 但是 也沒有成功 為什麼 因為喔 這個 停車場用地 就是不能做商業使用 就有作罷 程度的光 我們希望 這個地區的邊緣的一個性格 轉化成為中性 把它縫合起來 傳統跟現代 是有機會結合在一起 它不僅是一個入口一向 也是一個商圈的一個中心點 好 這個是我們最早的一個想法 讓這個地方更熱鬧 讓 最後 是沒有成功啦 最後我們只做了一些光 那 因為 做這種東西 變成是 反正消防局也有它的一個 看法 那其實這個 這個才在 才做一個示意 就被打槍了 好 那美國街 這個地方有成功 那 這邊就是一群小朋友 他們 他們 剛開始呢 他們在找店面 他們就找不到 後來發現 你國街這個地方很墨落 欸 我們 我們就去那邊賣 因為房租便宜 結果後來就發現 大家都跑來了 一些小朋友都 開店都跑來這邊開店 那 都很年輕 然後 他們賣的都是個性化 所以沒差 反正喔 都是目的型的 你讓我多走一下 沒問題 反正都在西門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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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